提到吴京肯定离不开当年她的风神之作 《战狼2》凭借这部电影 她彻底开启了自己的大萤幕之旅 可是大家知道吗 当年这部电影在拍摄的过程中 原定的女主角因为要让吴京加片酬 最终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让隔壁卢靖山捡了大便宜 可是你们知道吗 这个女演员如今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人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徐家文 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记得这姐妹是谁了 但是当年 她的名声在业内可谓是声名狼藉 而导致她声名远扬的原因 就是当年的家前 故事要回到《战狼2》筹拍的阶段 当时吴京找到徐家文 想让她来出演女主角 当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徐家文便宜 所以这才让吴京选择了她 如果按照正常的剧本来 估计她应该会因此爆红 可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当时她的经纪人却不这么认为 觉得吴京的第一部《战狼》拍摄时 取得了不错的票房 为此 她觉得应该给徐家文长点片仇 可是 这就触及到了吴京的痛点 因为本身的拍摄预算就不足 于是 咬咬牙决定放弃徐家文 这下好了 经纪人的这波操作 实打实把徐家文给坑了 因为他要求长片仇的事情 结果 徐家文就这样给经纪人背锅了 不仅错过了一次爆红的机会 要知道 卢靖山最早只是个小演员 靠着《战狼2》的爆红 他因此席卷了整个影视圈 本来 这个机会是属于徐家文的 但这一次一切都不存在了 对于徐家文来说 最要命的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一下子在圈内声名狼藉了 再也没有人敢和他合作了 因此 这些年的徐家文 一直在各种剧组里面轮着转 像在电影《800》里面 他露脸不到五秒钟 完全没人记得他出场过 还有那个去年一部不知名的电影 《狼人杀》 他也打了个酱油 后来 在刘涛的《星辰大海》 他更是全程陪跑 可以说 如今的徐家文 已经彻底沦为了绿叶 有人可能会为他鸣不平 觉得他是被经纪人给坑了 可我觉得没必要 要知道 圈内经纪人要求涨片酬这件事情 一般来说 都会跟演员个人先沟通 难道 徐家文真的不知道 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 吴京也够坑的 给演员的片酬才几十万 这个还真的不能怪徐家文啊 不过